大家好 歡迎收看本週的一週多情 如瓶打給鄭群 告知他淑娟理愛的事 鄭群聽完後震驚不已 另一邊 淑娟不准鄭儀和嘉烈繼續往來 鄭儀不甘示弱抗議淑娟又想控制自己的人生 兩人爭執到一半時 鄭群和小飛回來 鄭群上前抱住淑娟 淑娟猜出鄭群已經知道真相 鄭儀追問才知道淑娟得肝癌 三個子女堅決要陪淑娟走過這艱難的時期 淑娟感動不已 畫面倍感溫馨 嘉純拿離婚協議書給文章 表示不做夫妻還是可以當好友 文章不肯 但嘉純覺得美玲無論如何都不可能再接受她了 文章拿起筆準備簽名時 想起自己答應秋紅卻不能離婚再次拒絕 嘉純表示 願意給文章時間想想 一個人轉身離去 此時文章不知道該如何是好 正儀為了出圈 決意要斬斷對嘉獵的愛慕 但一時又放不下 嘉獵來開會 正儀刻意保持距離 卻不小心讓咖啡燙到自己 面對嘉獵的溫柔關心 正儀難過掉淚 嘉獵雖然看不見 但感受到正儀的怪異 詢問正儀是否有心事 正儀故意冷淡回應 回家後 志榮和嘉純看出嘉獵心情不好 嘉獵說出剛剛的事 嘉純發覺嘉獵對正儀的關愛 鼓勵她勇敢追愛 志榮也覺得順其自然不反對 文真相美玲表示 已經向法院訴請離婚 美玲覺得越快越好 最好文章也一起離婚 此時 詩詩扶著賺罪魯尼的文章回來 表示嘉純向文章提出離婚 文章因為難過才喝醉 詩詩和文真 紛紛勸美玲別拆散張純惡人 美玲仍然堅持 正儀和曉飛收拾著行李 準備搬回淑娟家 這時志榮來訪 幾人聊到淑娟 正儀和曉飛免有難色 在志榮的追問下 曉飛才說出淑娟離婚的事實 不久後 如瓶來看望淑娟 淑娟還是充滿敵意 如瓶表示 自己真的沒跟志榮在一起 故意用激將法 要淑娟養好病後 再來公平競爭 淑娟感受到如瓶的真心 對如瓶的不滿也逐漸變淡 後來如瓶遇到準備去看淑娟的志榮 兩人砍談後 都放下對過往的情分 志榮決定要回到淑娟身邊 照顧她 接著志榮到醫院 和淑娟婆心溝通 兩人終於和好 志榮喝得爛醉 不時出現幻聽和幻覺 律師告知 思思已經申請禁止她探視真樸 志榮氣得衝去找思思理論 思思堅持不答應 眼見佳搖變得激動 迴軍跳出來保護思思 並趕走佳搖 隨後提醒思思趕緊處罰九份 不久後 惠紅帶著真樸在公園玩 和鄰居聊得起勁 沒注意到真樸不見了 這次佳搖果真來看真樸 阿樸卻喊她壞人 佳搖發瘋式的火叫 惠紅紋身趕來 抱住真樸 思思也急忙趕來 佳搖準備攻擊思思 索性被經過的警察制止 Caro來探視佳搖 要佳搖別裝了 佳搖要Caro離她遠一點 Caro不爽 用程號的屎來威脅佳 佳搖不受威脅 Caro便打電話給文章 要她來佳搖病房 表示佳搖會說出程號死亡的秘密 文章從出辦公室 搭車離去 家純健壯也攔車追了上去 佳搖和Caro來到天台 佳搖站在圍牆上 文章趕來 要她說出程號的死音 在拉扯間 佳搖差點摔下樓 文章拼命的拉起佳搖 佳搖卻反過來將文章推下 幸好佳搖即時趕到 並使命拉住文章 即便被牆上的鐵釘刺傷 也奮不顧身搶救文章 這時文真和美玲趕來 眾人合力救起文章 醫護人員這才到現場 將佳搖帶走 後來美玲等人回家 佳搖為佳搖的行為再次道歉 沒想到美玲被家純所感動 反過來向她道歉 願意重新接受她這個媳婦 這對夫妻的婚姻危機 終於解除 至成買了房要送優欣 優欣和成功原本拒絕 但不敵至成的堅持 最後兩人只好接受 成功和優欣希望佩英 能一起搬來新家住 就不用再記住害國家 佩英也欣然答應 張婷送詩詩回家 契捐協會來轉交受鎮病人的感謝函 詩詩覺得受鎮者的致機很像張婷 張婷急忙否認後離去 惠君八卦者來純罵和張婷 在詩詩的逼問下 惠君忍不住說出張婷的聲勢 這天惠君和阿滿來請求來純罵別長地豬 來純罵提出條件 要惠君賣場的收拾區不能交給阿滿做 惠君感到為難 但阿滿卻主動表示不會承接 佳優醒來 發現Karo滿身傷 Karo表示是佳優吃了安眠藥後夢遊動手打他 佳優覺得自己沒有 Karo卻堅稱是 兩人發生拉扯衝突 佳優手被抓傷 氣得離去 Karo最初 剛好遇到房東 看到Karo的傷 追問是否被家暴 Karo裝出委屈可憐的樣子 後來主動約詩詩隔天見面 表示自己有證據要給詩詩 但萬一自己沒出現 要詩詩一定要到他的住處 詩詩覺得奇怪 正想追問時 Karo裝驚恐 說佳優要進門了 急忙掛掉電話 詩詩擔心起Karo的安危 以上就是本作的一週多情 想要更快速了解多情城市 下週也別忘了持續鎖定一週多情喔 喜歡的朋友們也請記得分享出去喔